这边呢,我们要说明这个薪资系统的这个计算方式 那首先的话呢,我们可以设定这个薪资的科目跟员工的薪资 那这科目的话呢,我们就是可以设定说它的加项 还有这个减项 那这个加项跟减项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员工的薪资 那这个员工的薪资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可以来这边填入加项有哪些 就是刚刚的那个科目,把它加进来 然后还有减项的 然后呢,减项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基本工资的资讯 本薪多少这样子 那所以呢,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设定科目 然后呢,设定员工的薪资 有基本的,还有加项,还有减项这样子